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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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悟到了人对生命的敬畏 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 2015年1月 我作为原理医疗队护理助理 同第二批153名队员抵达利比利亚执行我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原外医疗任务 同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疾病之一 爱博拉病毒正面交锋 从接到任务刚开始的担忧 恐惧 到军人炼为战意识的激发 我同队友们有了共同的认识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军人就应该随时准备好出征 而我们的战场就在病房 我是王永华 当记者见到王永华时 第二批原理医疗队还没有解除隔离 按照规定 从疫区回来的每个人都必须经过三周的隔离 确认没有被感染 才能与外界接触 王永华告诉记者 在利比里亚的两个月 爱博拉式的握手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 因为身处疫区 危险 无处不在 2015年1月31日 第二批原理医疗队与第一批队员交集完刚刚一周的事件 对于中国爱博拉诊疗中心 第二批原理医疗队队员才刚刚熟悉的情况 当时这个病人 他不仅仅有发热 体温高 就是说是还有腹泻 呕吐的一些症状 还有一些解膜充血 相对来说应该属于一个中重度的一个病人 经过实验室检验 确诊这名病人感染了爱博拉病毒 这是第二批原理医疗队收治的第一例爱博拉确诊患者 消息传来 诊疗中心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大家心里头还是非常的担忧 因为面临着谁第一个进病房 进病房之后 因为要给这个病人进行操作 大家心里面都没有底 爱博拉患者住院后 医护人员面临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测量患者的生命体征 这不仅要与爱博拉患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还要接触患者的血液体验 因此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感染 作为第二批原理医疗队的护理助理 王永华决定自己第一个进入病房 第一个直面爱博拉 然而 就在这天晚上 一个意外情况就让他不得不面临 比别人更大的危险 那天刚刚很巧 也恰好碰上自己的生理器 真的 原来我们是规定的 与同志在生理器是坚决不进病房的 但是既然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想应该也为了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吧 我们就按照原定的工作计划 录制了这项工作 这就是王永华 外表看起来温柔细腻 骨子里却格外的坚强勇敢 而这种性格的养成 源自于2008年王永华自身身份的转变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发生强力地震 当时王永华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他第一时间带领护士们 把病人转移到操场上 安排到帐篷里 白天护理病人 晚上就在车里医生一会儿 坚持了三四天的时间 才回家休息 那个时候好像就忘记掉了 东崩西跑的 原本的时候 平时的时候 自己都感觉到会脚肿腿肿 感觉到有身体上的不适 那几天似乎好像都 可能也就一忙 或者这种注意力都没在那个上面了 都有点没什么感觉了 两个多月后 王永华顺利地生下了自己的女儿 成为了一名母亲 身份的转变 让她懂得了责任的重要性 而这次抗战救灾的经历 也让她领悟到了勇敢的力量 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能够克服 我想可能以后也没有什么事情 会有比这个再难的了吧 从此之后 遇到再大的困难 王永华都不会退缩 面对极易感染 艾伯拉的危险 王永华隐瞒了自己处于生理期的特殊情况 毅然穿上了防护服 第一个走进了艾伯拉患者的病房 从穿防护服 进病房之后 我心应该说是 穿一层防护服 我的心就踏实一层 的确是我们的这个防护工作 我们自己医疗队设计的 我们经过了我们的专家 进行一致的认可 我发觉我们的这个防护的等级 的确是做够了的 王永华亲戚的与患者沟通 测量了各项生命体征 整个过程进行的有条不紊 然后自从这之后 我们的队员我觉得 在这进病房之后 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觉 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忧和疑虑了 面对死神艾伯拉 王永华选择了勇敢 因为勇敢不仅带给他 坚持下去的勇气 也给队员们带来了 战胜困难的信心 深入社区培训 他用怎样的勇气 与疫区群众亲密接触 复杂的七步吸收法 他会想出什么办法 让大家记忆深刻 君与人生正在为你播出 王永华勇敢的力量 面对危险 王永华总是显得异常的勇敢 第一个进病区 第一个直面埃博拉患者 王永华从不退缩 因为多年的一线护理经验 让他深深懂得 只要科学防护 被感染的几率就很小 只有自己以身作则 才能消除大家的顾虑 正是因为王永华 这种永不退缩的性格 医疗队总是把一些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这次王永华将要啃的硬骨头 就是给利比里亚的当地人做培训 教给他们防止埃博拉的基础知识 按着国家危机位的要求 第二批原理医疗队除了要完成埃博拉患者的治疗工作之外 还要在当地展开防疫培训 王永华就是这项培训工作的具体负责人 这个国家应该说是 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尽早地控制疫情 让国民的生活工作 能够尽快地恢复到一个常态 学校也面临着这么一个开学 我们也就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主要把这个培训的对象 我们就定位在了这个学校的一些教职员工 为了让培训工作更有针对性 培训前夕 王永华设计了调查问卷 对当地群众的卫生防疫知识进行了摸地 结果却让王永华打吃一惊 虽然说埃博拉已经最早都是70年代就爆发了 但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 经历了那么长时间 而且非洲国家人民也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大量的民众在这个疫情当中都已经死去 但我们发现他们好多人对这个疾病还是知之甚少 所以说是我们对于这个基础知识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知识上面的一个培训 我们作为了就是说是讲述的一些重点 比如最基本的一个洗手 七步洗手法是防控感染病的第一道关口 说起来简单 但是要在短时间内记忆深刻 却并不那么容易 第一步我们的手心对手心 第二步手指交叉 然后第三步 手心对手背 第四步我们错我们的拇指 第五步 第六步 洗指尖是吧 对 洗指尖 然后我们的手掌的关节 第六步 第七步 洗我们的手腕 这就是我们的七步洗手法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培训了 然后我们需要设计一个洗手舞 我们在培训课程当中 把这个当做一个视觉来给 我们的培训对象进行教授 我们所有的这个洗手舞的动作编排 我们之前也想了一下 就按照我们七步洗手法的一个序列 我们来设计这个舞蹈 大家都想一下 这个每一个流程 我们怎么样子把它编排到舞蹈当中呢 王永华找来了医疗队里的几个文艺骨干 一有空闲就聚在一起编排舞蹈 仅仅一周时间 这支节拍强烈 动作简单的吸收物就打造出炉来 我让你开放 摘下星星送给你 拽下月亮送给你 让人每天为你生气 变成蜡烛燃烧自己 只为照亮你 把我一切都献给你 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 生命随着爱你 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弄 对 如果你枯燥地告诉他第一步第二步的话 他可能记忆起来也会有问题 尤其对于 就是说不是医务工作者来说 他平时不这样做的话 那么他可能记忆起来都会不是那么深刻 但你把它编排成了舞蹈的话 就会好得多 王永华还找来了医疗队里的专家 搜集了与埃博拉相关的防护知识 确定了讲课内容 并设计了通俗易懂的幻灯片 2015年1月29日 王永华在利比里亚的一所社区学校 组织了第一次培训 然而培训还没有开始 意外状况就让王永华的心再次悬了起来 当时也没有预料到会来那么多人 当时应该说是那个小小的教室里头坐的 可以说是人满为患 很多人都挤在门口来听 我们当时也有很多的担心 这么多人 而且因为后面的一些人来了之后 不知道他的一些身份的话 会不会带来一些感染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状况 王永华并没有选择逃避 他让前来听课的当地群众都进了教室 并拿起了体温计 一个一个测量大家的体温 因为他知道发热是阿波拉患者最典型的症状 只要确保前来听课的人不发热 那么大家被感染的几率就很低了 对 我觉得人就这样子 你当时的时候可能没必要想太多 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可能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习惯了吧 按着计划 我们的这个舞蹈每一次一教 基本上教一遍他们就能学会 每次他们都很都很愉快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拿到学校 不仅是教职员工使用 甚至教他们的这个学生可能效果都会更好 在利比利亚的两个月 王永华勇敢的面对疫情 他走出治疗中心进入社区学校 先后组织专家和队员 进行了七个轮次 三百二十四人次的培训 传播了阿波拉的防控知识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利比利亚抗击阿波拉的战场上 王永华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勇敢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他不仅收获了战胜阿波拉的防护知识 也展现了中国军人敢于担当的形象 勇敢并不是蔑视威胁 而是认识威胁 战胜威胁 王永华告诉我们 解除隔离后 他最想做的事 就是回家抱抱女儿 陪陪家人 因为他知道 在抗击阿波拉的战场上 自己的坚强 来自于家人的支持 自己的勇敢 源于女儿期盼的目光 这朵中国玫瑰 用母爱的光芒 护卫着患者的健康 用军人的责任 赢得了利比利亚人民的赞誉 到目前为止 我军向后派出了六批 原非抗击阿波拉医疗队 目前第六批仍然在利比利亚执行着任务 希望他们能够救治更多的患者 早日赞誉归来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走进国防大学 认识一位为兵骑事业 付出生命的军人 张国春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她是虚拟战场 节省千里的幕后英雄 她是对阵博弈 运筹帷幄的闪亮棋子 军女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张国春 命为至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